郭文贵議員 如果這一區現在如果這樣好 到時候柯文贵真的出來的話 我們之前常常在講說 藍白河先從一些地方選舉合作開始 蔡碧如是大家最常舉的例子 還有其他幾個 也許藍營未必會派人 白營未必會派人 那這個一加入 會不會影響到大局呢 我覺得不會差太多了 因為畢竟藍白河現在講規要這樣講 但是實際上能怎麼合還不知道 對 那對柯文贵而言 他到底有沒有真的有願意 要來跟國民黨做合作 老講現在也沒有人知道 可是我覺得藍白河的重點 高雄安會站到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因為高雄安現在也許 對於民眾黨而言是個炸彈 會對民眾黨有所損傷 但是高雄安說不定會成為 國民黨跟民眾黨合作的契機 因為對於民眾黨而言 對於柯文贵而言 他的民調夠高 他不會跟你合的啦 他自己選就好了 柯文贵只有在他自己民調 變低的時候 他的態度才會軟化 才會有夠後的空間 柯文贵的狀況一直是如此 他自己民調20幾%的時候 讓民眾黨直接抽屁到什麼程度 國民黨想靠近他 好像是我們想沾他光一樣 但是自從柯文贵出現一些狀況 民眾黨的狀況不穩的時候 他民調下滑的時候 今天開始柯文贵願意釋放善意 來跟國民黨談 甚至喝咖啡什麼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高雄安事件 也許對於民眾黨而言是傷害 但是真的對於泛藍的整合 我覺得說不定有機會 展現出一股契機來 那當然我們其實還希望 高雄安市長能夠把他自己的事情講清楚 柯文贵市長也能夠為了大局 因為我們希望民眾總統大選 不要再讓賴清德躺得上 不要再讓民進黨從頭包到尾 那要怎麼樣讓民黨下架 我覺得整個泛藍 整個分率大年齡的整合 是真的非常重要的 是我們先感謝一下 我們的網友胖番薯的斗內 他說民眾黨不開除 或至少先暫停一下 高雄安的黨籍吧 讓人民看到了柯P有魄力 昨天高的這個道歉聲明呢 應該是不准李先生踏入市府 對就是剛剛我們三位來賓不斷強調 你主詞根本就搞錯了 怎麼會去怪你自己基層 然後不要去接觸 然後不去管李先生呢 可是接下來呢 當然還有一位很相信他 就是我們自己現在討論的詩淑婷 詩淑婷喊說 現在只有城隍爺爺知道 高市長的清白 那這題為什麼我特別要留給 寒冰哥中文系的人 來幫我們評評看詩淑婷 他已經被人家說 是新竹市國文老師的負面典範了 不光昨天的這一句 只有城隍爺爺知道市長的清白 我們來看看 在過去的幾張 他曾經說過的一些比較特別的話 例如他祝福呢 工作新龍一城繁華 市長是大繁盛 又或者是大年初五 他怎麼形容這個每條大街小巷 每個人的嘴也不是 他是講奔馳在泡聲隆隆的街道上 然後看著歷經這個疫情創傷的市景 然後市民升官樂陶陶 我今天講說其實他這未必是國文不好 這也許是大預言家 也許明年過後 我們真的會奔馳在泡聲隆隆的街道上 不一定 那另外還有像是 祝所有拿到兔兔小紅包的市民好朋友 今年的財富會如同錦繡般爆好 然後為市民打造一個個 經營滿滿的聚寶盆 所以諸如此類 讓我們看到市淑婷 他是不是連在祝福上面 這用字用語都怪怪的 這讓大家也發現 原本我們期待的是高市長 可以幫我們挖出更多的新竹大祕寶 但現在最近這一周的發展 大祕寶恐怕是高市府自己 我老實講我真的覺得這個人蠻飽的 那天看到他寫那個什麼 城隍爺爺 對城隍爺爺 城隍爺是尊稱好嗎 城隍爺爺變個老頭 你們到底在講什麼啦 他可能以為耶誕老人跟耶誕老公公 拜託 他可能以為有耶誕年輕人是嗎 所以 我跟你講中文系 你這樣講的城隍爺是不是 我看會非常不開心 你把他變老頭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 去扯這個東西幹嘛 你們如果真的有什麼委屈 如果真的覺得你是清白的 那就公開講啊 幹嘛忍氣吞聲 你就很光明正大告訴大家 你到底做了什麼事情啊 讓大家檢驗啊還你個清白啊 那為什麼會講不出來 比如說李中廷做了什麼事情 就自己叫李中廷自己出來講啊 然後像剛陽明提到我也很好奇 為什麼新竹市政府會有個官員 跑去旅館住一個月 他是怎樣 是林秉書去新竹市政府當官了 被林秉書以前不就這樣嗎 所以我不知道啊 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所以簡單一個小小的一個 新竹市政府怎麼會搞成這樣 然後找了一堆火寶來 然後這樣離開那個 陳康明不是爆料網的 他根本也是個火寶我不知道這個人去幹嘛 你看他整個不管在陳述事情也好 或是他自己在處理事情也好 都是很明顯的就是一個完全 搞不清楚狀況的人 不知道在鬼扯什麼東西 然後整個亂搞一通 然後這樣把他開除是為他好 以前高明這種做事方式啊 繼續下去他肯定要吃官司 這擺明的嘛 這個司儒庭也差不多 這個司儒庭我勸高安了 你還是趕快放生吧 你讓他繼續在那個位置 其實你在害他 他很快就會出事 因為這些人根本 根本搞不清楚狀況 連公務人員最基本的 守則都不懂嘛 所以你找這些火寶來幹什麼呢 所以我真的不明白 你又害自己又害別人幹嘛 所以我現在覺得民眾黨 根本整個亂了套 因為當初公安剛出事的時候 我剛好去民眾黨那邊錄影 我還問他們說你們要不要趕快去找一下 高宏安去了解整個事情狀況 這樣子第一個 你們好在節目上去幫他辯護嘛 你們要比一般人多知道一些事情 才能夠去幫他辯護啊 你如果知道跟我們一樣多 那你要幫他辯護什麼 可是現在到底黨內的狀況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看到有一些側翼的粉專 已經在收手了 就是先不幫了 那黨內呢 對啊所以黨內是 完全束手無策為什麼 因為我問過楊寶哲 楊寶哲說他知道了跟 那個高新竹政府發的新聞稿一樣 保證是看新竹市政府的新聞稿 對 他們是很封閉的一個環境 他們完全就是 然後他們黨中央有講 曾經想試圖去瞭解一下 高宏安發生什麼事 高宏安說沒關係他自己解決 有這一段話就對了 所以那 那你們黨就放他自己解決嗎 這個不是自己解決的問題 高宏安也許有能力自己解決 我不知道 但是問題是你黨中央 主要瞭解發生什麼事情吧 因為你高宏安要解決高宏安的事情 你當民眾黨中央當被別人質問的時候 不管是為黨的立場護航 或是為高宏安的立場護航 你們總要瞭解事情發生什麼吧 結果沒有人知道 所以請問一下這怎麼辦 然後現在高宏安的事情正在發生 然後你們又放了柯美蘭出來選 然後這柯美蘭也是個活寶 自己要宣布參選第一天告訴大家說 我爸媽都不支持很生氣 是怎樣我是個不孝女 所以我要出來參選 是這個意思嗎 我完全不懂這什麼意思啊 這一家人都是活寶嗎 到底在幹嘛 柯媽媽說要去拆房子 你拆就拆吧 然後柯媽媽還追上去 說為什麼要拆這個東西 你到底在幹嘛啦你們 我真的不懂你們在幹嘛 民眾黨哈囉 你們還好嗎 醒一醒吧 不要搞得這樣子很好笑 因為我說真的我完全不是幸災樂禍 很多人以為我現在故意要去打民眾黨 不是 我擔心的是什麼 我擔心這一波民眾黨下去之後 再野更下去 一起下去 你要知道這會產生連鎖效應啊 因為大家覺得原來你們在野黨也不過如此 那我還是支持我們的民進黨 會產生這種效應啊 你們不知道會發生這種事情嗎 所以真的拜託你們 拜託你們不要再這樣惡搞 民眾黨趕快真的去找高宏安 好好談一談 決定你們接下來的路到底要怎麼走 是要放生高宏安還是你們要團結在一起 要團結在一起黨就要了解整個事情 到底怎麼發生呢 如果你們什麼事情也不了解 放任他去弄 然後選擇不幫他護航 你們知不知道民眾黨現在好幾個人 上節目的時候被人家K的滿頭包 對 然後完全不知道怎麼回答 然後那些影片其實都被剪成短影片 然後被放到屁股上面 然後都好像那個節目很少有破十幾萬的 那其實都破了 然後在網路上一直被人家笑 這種效應是會擴大 這不是單純影響柯文哲的選情 會影響到整個在野的選情 我真的拜託你們趕快去處理吧 不要把大家一起拖垮 對 楊明跟他高考情幫我們補充一下 難道不會很直觀的 大家覺得說如果柯文哲這邊有宣言消長 反正都是在野聯盟 然後流去藍營或流去核友宜 不會這樣子運作 應該是這樣說啦 就是說像前一段時間 這個在野陣營的混亂 所謂的就是在野陣營互相內鬥的 會讓打來打去 那會讓在野陣營的支持者覺得很煩 不想看 那現在看起來好像慢慢的在野陣營 比較開始把聚焦在 比如說監督這個 等一下會談到彈啦 或是說一些政府的這個問題的時候 在野陣營的士氣理論上是要提升的 是 結果當這個時候呢 你高宏安的事情沒有好好處理的話 確實有可能會對於這個整個在野陣營的士氣 會造成打擊 但我認為影響沒有那麼想像中那麼大啦 為什麼 因為目前看起來還是比較侷限在 我覺得新竹對整個新竹的選情影響比較大 就是新竹人 尤其是在野陣營的 對於本來對高宏安有高期待的 他們可能會有一些失望 可是呢 你要因為這樣演變到說全台灣都有感 不一定 目前為什麼很多的 你剛剛提到說很多人會很煩 很喜歡看這種民動黨被修理或幹嘛 那主要是因為有一個報酬效應啦 比如說 上禮拜積態建設的時候 他們民進黨去打王鴻威 那就是報酬效應 因為去年林志堅被王鴻威打爆 所以呢 他們的恨要透過 今天我打王鴻威來發洩 打高鴻威同樣的道理 去年新竹這一群人 也是其實就是林志堅的同一群人 他們的這個沈蕙虹被擊敗了 而且很難看 他們花了很多的資源 結果呢被你高航環打敗了 而且呢甚至 爆了各種各式各樣的料 都打不敗你 所以呢這個時候看到你變成一個落水狗 我們太開心了 追倒 這是對綠營來講 他們有一個補償的作用 可是我認為這個效益 對於綠營來講 不會比較不容易擴及到所謂的 在野陣營裡面全面性的崩壞 不太容易 所以趕快止血之外 要趕快民眾黨要趕快把 高鴻安的因素降到最低 就是說你不能讓他繼續擴散 因為為什麼 但的問題比高鴻安嚴重多了 結果大家焦點放在高鴻安 其實是話說重點 但是高鴻安的事情趕快處理掉 在野陣營才不會 那個叫把很多事情失焦 對因為你這個事情 高鴻安的事情確實是離譜的 但是再怎麼離譜都沒有 等一下我們要談的進口雞蛋 這個混在國產蛋裡面的混蛋事件 更離譜 那我覺得現在在野陣營 就好好的趕快聚焦在監督雞蛋的事情 高鴻安的事情道歉了 接下來是高鴻安要好好的 把制度定出來 民眾黨如果沒有辦法 督促高鴻安的話 民眾黨會跟著陪葬 我想這個柯文哲主席要趕快去思考 否則這個我不認為對他的選情 會造成所謂的崩壞性的影響 但是對整體而言 在野陣營來講 會變成你的手腳施展不開 因為這個議題就會變成你的一個 等於是被刺 這畢竟再怎麼樣 要在野陣營不應該犯這樣的錯 那你犯的錯會很麻煩 感謝我們的網友邱夢宇的斗內 提醒大家記得按讚分享斗內 當然有很多觀眾朋友認為說 為什麼中天現在在打高或打磕嗎 或打白嗎 我想說奇怪我們每天都好錯亂 上禮拜我們還被說是磕粉呢 其實任何議題我們都會討論 像之前藍營曾經有一段時間內 都相當的亂相當的久 當時我們也是每週都討論 被討論到甚至我們被認為是磕粉 或者是猴黑 但現在就是任何有這種議題 我們就應該去談 那剛剛楊明哥也講到了 你就趕快把它處理完成 搭在一起 全部把焦點放在更需要被在乎的事情上面 那不過當然剛剛這個 博議員已經開啟了藍白河的這個討論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美島電子報的最新這份民調來講的話 賴清德一樣還是在第一位啊 35.2% 不過柯跟猴之間 其實這已經是誤差範圍中的誤差範圍 也幾乎等於一樣了啦 21.3個百分點跟21.2個百分點 那吳子佳董就講他的判斷就叫做蔡英文插手進口蛋 那陳吉仲最近是神隱沒錯 他剛剛已經出來開了記者會 我們等一下第二小時 會把陳吉仲剛剛公佈了一個數字 非常的扯 我們有一些蛋過期了要銷毀多大的量 當初補貼的金額是多少 我們先賣個關子 第二小時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這個數字太誇張了 你會覺得原來我們的工廠是這樣浪費的 不過他講陳吉仲的退場 然後衛福部又進場 結果賴清德就倒大煤嗎 我不確定 所以分兩個部分要問博弈議員 第一個藍白之間這樣看的態勢 兩個加起來還是有機會贏的 不過賴清德即便我們講成這樣 在這段期間之前原本大家聚焦的是我們的政策議題 我們政府做不好的部分 但再怎麼退還是有35.2% 這是民進黨基本盤的老實說 賴清德真的是很沒有吸引力啊 所以民進黨的盤一直都是在35%到40%之間 他一直無法突破40% 就代表賴清德本人對於很多中間選民的吸引力 是非常差的 要知道蔡英文之前他817萬當選 包括這幾年來蔡政府的執政 包括大撒幣什麼都願意去做 沒想到要接受給賴清德 居然執政黨只剩下30多%的支持度 當然代表了民眾對於不管賴清德還是蔡政府 他的執政是非常不滿意的 那相對來講在野的聯盟就有高達6成多以上 是有機會能夠獲勝的只要推出一組人選 可是現在比較麻煩的是 柯文哲跟侯友宜市長的民調太接近了 已經太接近的情況之下 誰贈誰負 怎麼樣合作 實際上是一個不好來談的狀況 所以對於我們共產黨的角度而言 我當然會希望侯友宜市長 你必須要盡快的把一些 你的一些民調提升 拿出一些好的政策 讓一些中間選民跟年輕選民願意支持你 然後拉開你跟柯文哲的差距 接下來對於所有談的所謂藍白河 或者是非綠聯盟大整合 我覺得太有幫助 要不然現在我就會變成卡住一個死水的狀況 因為不管侯友宜市長還是柯文哲市長 21%的支持度 感覺起來不算低 但是也不夠高 如果持續的保持穩定下去 那明年還是賴清德繼續躺著選嘛 35%已經綽綽有餘當選了 雖然不是一個多數 但是在所有人平均裡面 只要他第一名 明年就是蔡政府延續下去 給賴清德持續的執政 這是非常糟糕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現在狀況 侯市長不要趕快想清楚了 畢竟郭台銘 郭董的狀況已經很明顯了 他也就是有去說 他的副手也講出來了 接下來他也要去做一些連署的動作 但是因為郭賴沛 我個人認為 那可能有打假球的先贏 那個會選到底我不知道 那個組合非常奇怪 因為大家要知道 總統跟副總統的被連署人 他們兩個是一起的 他們是共生體 也就是說他的副總統候選人 就是這個賴沛霞女士 如果他的雙重國際爭議 在11月正式登記前沒有處理好的話 是連郭董的資格會一起被撤銷的 不能夠換人啊 所以到底會不會真的選到底 老實講現在是很尷尬的狀態 因為很多有經驗的人來說 你想要放棄美國國際 不是你想加快啊 不是加錢 快速辦你就不行了 對啊 還有固定的流程 還包括要去查你們逃漏稅 等等稅務的問題 是需要相當長 大概需要兩到三個月的時間 所以如果到了11月多 正式要登記明年總統的時候 賴沛霞女士沒有處理好這個問題 那郭董直接宣布被解除啊 一起被拉下來 一起被拉下去 他直接被踢出的遊戲之外啊 所以我只能說 郭賴沛狀況真的很多 那這個東西老實講 對於現在整個富裕大聯盟的整合 我個人覺得是有幫助的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這個狀況不是很好 既然對他沒有信心的情況之下 會把他票放棄到郭董 而選擇投給侯友宜市長 或者是郭台銘 郭董 所以現在是 侯友宜市長必須要加油的地方了 有票有民眾跑出來了 這些票到誰的身上去 不知道 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你必須要把你自己的一個 高度拿出來 讓那些年輕人 包括中間選民 認為侯友宜市長 國民黨是可以被信賴的對象 這是我們接下來非常重要的方向 而賴清德的狀況 我個人認為 真的是不會太好了 要知道整個民黨裡面 我說真的 狀況從去年年底 從那疫情開始 民進黨的狀況真的是很差 什麼都有 疫苗 口罩 快篩 蛋的事情等等一大堆 而賴清德本身而言 又沒有能力把事情處理好 包括連台南 會選的事情跟很多 治安的事件 尤其是綠年的狀況 都一直在打擊著民進黨的選情 那接下來我認為賴清德 有機會在往上爬嗎 我認為機會不高 因為畢竟賴清德本身而言 沒有吸引力 但接下來 怎麼樣讓國民黨 讓侯友宜市長變得有吸引力 我覺得才是接下來我們藍營所需要去努力的方向跟目標 持續加入我們的週末大爆掛 星期六下午的三點鐘 您可以上YT搜尋大新聞大爆掛 就可以找到我們的子萍了 來子萍有什麼樣好處呢 不管是斗內 不管是你們在裡面討論的內容 交換切磋找到自己的同好 都歡迎來到子萍 所以您可以上我們的大新聞大爆掛的頻道一起來 不過在節目繼續走之前呢 我們還是跟大家再預告一下 今天下午的六點半到晚上八點半之間的廟口開獎 今天來到的是我們嘉義民雄的開機騎虎王廟 而今天的來賓陣容呢 除了幹歌以外 他們帶領了非常這個敢罵敢批 敢讓大家看到真相的 包含前立法委員林國慶 前立法委員李盛峰 前東華大學的教授石正峰 還有我們的嘉義縣議員詹婉珍 以及這個陳情茂 茂哥 今天都會出席我們的廟口開獎 所以觀眾朋友們 如果你剛好在這個我們嘉義地區的話呢 你就可以直接殺去我們的嘉義民雄 來看實體的來聽得更過癮 不過當然還有更多廣大的觀眾朋友 我們透過網路也都是可以無縫接軌 直接在線上一起收看 一起來憤恨不平 來討論一下最近讓你覺得最生氣的議題 所以呢在今天晚上的六點半到八點半之間 請鎖定廟口開獎 當然週末大包掛的回看 也非常仰賴大家幫我們多多衝起來了 那在這個第二小時的部分 除了波及楊明哥繼續陪我們以外 另外我們的永萍姐來了 大家好 其實我們剛剛廣告的時候 我們自己現在在聊那個蛋的事情 所以楊明哥已經摸刀霍霍 我們等一下第三題啦 第三題再等一下 我們有很多新的議題要跟大家分享 都是錢先跟大家預告 都是錢 在你在擔心這個食安混蛋的問題之前 還有一大筆錢談在那 光是處理先進口再處理都要錢 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那當然我們剛剛提到的是藍白這件事情 先請教一下永萍姐 我剛剛先已經談完了 在這個美麗島電子報最新的追蹤民調 那不過我們也跟大家預告 新頭殼還有我們自己中時新聞網的民調 同時也都去做了 薩卡拉都在野大整合的情況下 有什麼樣的數字變化 好新頭殼的部分 柯侯配如果是這樣的一個組合順序的話 他們有36.25 賴清德31.46 那如果今天是侯科配34.09 那賴清德32.3 怎麼看其實都是贏的啦 那就贏的幅度安不安全而已 不過看起來現在目前在野的整合 還是主流民意稍微之多一些些 以中時新聞網的民調來說的話 侯科配對戰賴消配相差8.8個百分點 如果是科侯配對戰賴消配 那則是相差了10% 所以現在看起來必須要談 而且這個民調專家戴利安已經說了 因為民眾黨最近在議題攻防上面真的能力比較弱 所以柯文哲過去的優勢在流失 其實那他也提到了現在是談的最好時間 對我覺得這幾個民調 因為其實媒體它代表什麼呢 它代表一種氛圍一種風向 一種觀察到情勢的變化 我們本來比較熟悉台灣政治選舉的人 我相信資深媒體人楊明也在這裡 大家本來就是覺得說中秋節的左右一定會有變盤 這個是歷年選舉來說 特別是比較分雜的選舉情勢 比較複雜就不是那種一對一的 比較複雜的選舉情勢呢 都常常會看到這種情況 那果不其然呢 現在這個隨著這個進入到農曆的8月 中秋節逐漸的靠近呢 我們看到台北的政壇就大概出現這樣的一個氛圍 第一個我覺得這幾個民調都共同顯示一個現象 就是說藍白只要合 那對這個賴清德都是有勝算的 這件事情為什麼重要 我跟各位說 其實好幾個月前 我跟沈富雄的看法比較接近 就是跟另外一些這個政治評論的人呢 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所謂我們的意見是說 因為柯文哲這邊有很多年輕人的選票 那這些年輕人的選票呢 是沒有辦法轉移去國民黨的 所以呢就算藍白合了以後 如果這些年輕人的選票呢 沒有辦法轉移到被抹藍的白色裡面的話 那很可能年輕人的選票呢 會回流給民進黨 那這樣的話 藍白合也就不一定贏 簡單講就是說 撒喀都呢 其實它還是有撒喀都的一個意義 譬如說台北市當時蔣萬安的獲勝 就在於說如果黃珊珊沒有出來參選 蔣萬安在台北市上次的那一局 他要單獨打敗民進黨的陳時中 其實勝負呢還是頗為難料的 所以呢我們在好幾個月前呢 確實特別像我剛剛有經歷台北市的這一場選舉 有了解一些內情 所以當時有這樣的一個憂慮 可是我覺得這段時間呢 因為整個選舉的情形呢實在是太紛亂了 尤其是民進黨呢一直出包 這個出包呢從我們講的 從這個綠店的弊案 然後那個治安的敗壞 然後到現在呢連吃雞蛋 大家都非常的不安 就是一連串的這些問題 如果是正常的一對一的選舉的話 其實按照往例呢 民進黨的候選人不掉個七八個百分點 是不可能的啦 可是為什麼賴清德可以一直直挺挺的在那裡 也許大家會說絕對數字他怎麼樣 可是那個都沒有意義 他就是可以躺著遙遙領先 然後呢每天像個沒事人一樣 都不需要為整個執政的失敗 負任何責任或者做任何的辯解 那就是因為你在也太紛亂了 所以現在的這種情況呢 我覺得藍白一定要合作呢 變成是一個普遍的氛圍 而且這個氛圍呢不僅在 大家說中年人以上 這個踏入社會的人 有背負著很重的家庭負擔 社會中間主力的人 感受到這種壓力 連年輕人都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如果年輕人那一塊不支持藍白河的話 那你絕對做不出來 喉科配跟柯喉配差不多 那個我相信大家了解我的意思 那現在的這些民調裡面呢 就算喉科配在幾個民調顯示 他略為低於柯喉配 但是第一個這個低的比例呢 非常的有限 就民意調查的角度呢 它叫做誤差範圍之內 因為都在2%左右 所以在統計學上呢 可以視為沒有什麼意義 好 那單獨你去看他們的 每個人民調呢 也一樣 柯跟喉呢 根本更差的 都是在一個百分點以內 就是零點幾這樣 那這樣的意思呢 說明什麼 說明現在 喉跟柯 柯跟喉 都是平手 這一點呢 我們其實也預測過了 我大概兩個禮拜前 我就講了 他們兩個人呢 那個大概這樣子 繳麻花辯呢 還要繳一陣子 好 可是這個對於藍白河 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高洪安的事情我剛才看上一個段 大家談得很激烈 其實我也有點意見想表達 不過不是這個時候 就柯洪 高洪安的事情 我們都先擺一邊 光靠看民調 這個就說明呢 如果現在真的要配的話呢 大概就是會往 侯柯配來走 因為當柯侯配 也就是說柯文哲 沒有辦法大幅度的領先 侯友宜 就算跟侯友宜平手 他也沒有跟侯友宜 跟國民黨可以叫盤說 我要選正的 沒有 因為呢 不管是高洪安事件 還是剛才也有提到的 民眾黨呢 他現在自己內部 不斷的黨員出狀況 他連想要查核黨員的清廉 黨員的這個黨風紀問題呢 還想要依賴外力 而且還不成功 就種種都顯示 他作為一個政黨呢 他的基礎太過不穩固 那這麼不穩固的政黨 你要讓民眾放心說 搞給你 你做正的 以後呢 這些 閣員官員各方面 什麼通通都給你去判 所有人都給你認定 那大家會想說 現在民進黨已經讓人 痛不欲生了 我要再忍受 你這樣子亂七八糟 不曉得從哪裡 挖出來的一個人 連中華民國基本的行政程序法 都不理解的人 你能夠相信嗎 好 所以我覺得 柯文哲的 受到民間的喜愛 他個人的魅力 還是超越侯友宜 這個大家沒有話講 可是你真正覺得 要做一個政府 要統領一個國家 你需要的整體人才的時候 通通這些都拿來談判桌 上面的籌碼 大家一丟的時候 那麼對於這個民眾黨來講 他有多少牌 可以跟國民黨來叫牌呢 更不要說 我都還沒有提到說 這個區域立委的問題 因為不分區 我們都知道 柯文哲不管怎麼樣表現 民眾黨的不分區的席次 是可觀的 但是你不分區的席次 你沒有辦法取代區域立委 尤其是區域立委的那種 晉升的肉搏戰 你到最後大兵團的作戰的時候 這個以前那個歷次 國民黨跟民進黨要拼場的時候 最後兩三個月 動輒大場造勢 都是五萬人起跳的 你民眾黨你要如何動員 不要講五萬人了 你現在隨便的地方 你叫他動一個五千人出來看看 所以在未來的 許許多多的這些問題上面呢 我覺得第一個 現在的民調還有現在的氛圍 特別是國民黨呢 也很早心裡就有數了 因為國民黨畢竟是一個老的政黨呢 什麼奇怪的 什麼兩顆子彈啊 這樣那樣的選舉變局都經歷過的 這樣的一個政黨呢 很早就已經老行宅宅 知道說大概侯友宜 從美國回來 也是差不多接近中秋節的時候呢 就是來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 那我覺得這幾個民調 第一個反映了民眾實在是受不了民進黨 因為受不了民進黨 所以你藍白只要合 怎麼樣合 大家都能接受 那第二個呢 在這樣的氛圍底下 藍白只要能夠談成合作 不管這個合作包含立法院席次 立法院的未來的這個發展 還有甚至能不能向國外的政黨 能夠進行到公開透明的 關於這個內閣的閣員的談判 我都很歡迎 我覺得通通可以攤開在陽光下談 那正式的公開透明 談了一個合作了之後呢 我覺得連郭台銘 郭董的問題 也不用討論了 因為過去歷次選舉 都告訴我們 如果藍白合了 跟民進黨變成兩軍對壘的時候呢 大概像郭台銘這樣子獨立參選 就算他過了整個連署 大概他都會壓到5% 或者是以下這樣子的票數 那其實那些票 有可能就是說 他們本來也就不出來投票 或者是怎麼樣 那對於大局呢 影響就不會很大了 是 我們感謝我們的兩位觀眾朋友 我們的斗內 那我們先歡迎我們的這個 佩君議員已經 主席好 趕場很辛苦 因為最近中園玩中秋嘛 真的是很忙忙 我們今天9點就開始中秋節了 對 很感謝我們現在這些市議員 都還會來用感的來到我們這個 節目捧場一下 所以也感謝我們何仙仙的斗內 他抖給佩君議員說 下午好加油美美的啊 也感謝我們的蘇洪哲的斗內說 國民黨那麼厲害 請自己選 不要來吃這個柯阿伯的豆腐 感謝我們觀眾朋友 我們的斗內發表你的意見 對佩君議員 我要請教一件事情 最後有兩題 一個是戴力安他分析的 現在剛好是藍白談最好的契機 因為白看起來最近一直有在調 那他的研判是因為他認為民眾黨 近期在這些議題上面的攻防 實在是沒有得到分 那剛好可以談 可是柯最近的流失 他說原本他最強的年輕人 高學歷中間選民 卻在近期都沒有優勢 然後流失的卻都轉到了賴清德這邊 那我們剛剛也提到了幾份民調 去在野大聯盟 如果藍白之間 不管你什麼樣的排列組合去合的話 我昨天聽到周浩康也講到 他認為郭台銘還有機會 會掉到五個百分點以下 這個柯文哲當然他們自己民眾黨 在這段時間裡面 比如說高航安的事件 比如說柯文哲第一時間的回應 那乃至於像今天 雖然這個柯家的鐵皮違建 一樓宇哲自行拆除 但這些事情多多少少 一定對他的民調會有影響 可是你說這民調 完全是因為民眾黨犯的錯嗎 其實倒也不盡然 因為大家知道這個民進黨 顯然把柯文哲 講到這裡我是有點淡淡的哀傷 就是民進黨把民眾黨當成 更值得需要強力去攻擊的對象 所以現在看起來這一陣子 這個炮火很明顯是 比較集中在民眾黨身上 剛剛我們這個下面的標下說 林俊憲說 哎呀這個簽約 情業重姓在24小時之內反悔 然後林俊憲就說 又不是各行各業都民進黨的人 確實不是各行各業都民進黨的人 但是側翼 民進黨的側翼 無孔不入啊 無處不在啊 那側翼有多可怕 不要問民眾黨 也不要問國民黨 就問你民進黨 去問問賴清德 就知道有多可怕 在這個我覺得光是這個檢舉平台 24小時之內的反應 你就可以看到背後有沒有壓力 我簡單幫大家整理一下 他的那三篇聲明 每一篇說法都不一樣 24小時之內 第一時間先說我秉持中立 不會參加任何的政治活動 第二次的時候說 這個部分媒體誤導社會大眾 要終止合約 第三次的時候就說 其實因為這個服務的範圍 超出了我們合作的原因 沒有什麼政治因素 可是他們這個東西不是一夜之間坦承的 這個事情前前後後佈局超過好幾個月 簽約 光是簽約就超過兩個月 那更不要談事前的 可能互相的征詢意向啊 所以到底是什麼 讓這個這麼大的國際連鎖事務所 最後寧可付出違約金給民眾黨 他也要這個不惜把自己的商譽 這可能我覺得某種程度 對他的商譽是有影響的 你以後要跟你合作客戶也在想 那跟你簽約有什麼意義嗎 你就說我就照約賠錢 但是對雙方的損失自然是不可忌諒 所以你說民進黨在這段時間裡面 會不會坐收民眾黨的這個民調紅利 這個狀況是可以預期的 因為下手的人就是他嘛 那民眾黨在這段時間裡面 當然自己也要站穩腳步 譬如你講 你有露出這些可以讓別人攻擊的點 那很顯然這個我覺得鯊魚 咬住了流血的傷口就會繼續 但是國民黨的角色是 必須要把持住自己有優點在哪裡 我覺得像侯友宇市長這次到美國去 他最大的優點大概就是穩健 過去在民調這個低迷不振的時候 大家可能想說做一點不一樣的事情 會不會對民調會有一些激活的效果 但是包括我還有其他 我覺得一大部分的人是反對這件事情 因為請他去做不擅長的事 反而可能會出錯 那比如說你說他本來就不是妙語如珠的人 那你安排他去說說笑笑 那一個不小心搞不好雙關語還是諧音講錯 到時候又惹出其他的風暴 所以他最大的優點是穩健 那穩健這件事情就要好好發揮 去美國我覺得到目前為止的行程 恰如其分的做這件事情 不管是那四十桌跟僑胞的僑宴的互動 或者是去看紐約市警局 跟局長的這個在警務上面 專業的交流 侯友宜要做他擅長的事情 這個是國民黨現在對民調 我覺得最好的解放跟解藥 剛提到的郭台銘這件事情 那當然也要聊一聊 無論是不是因為在野之間 他們如果整合起來了 我們不是講郭台銘會掉五個百分點 他這個趙孝康總長的意思是說 郭台銘可能掉到只剩下五個百分點 但我們其實也不只是因為在野的關係 而是郭台銘他們辦公室 或是他整個團隊有什麼樣的問題 我要請問楊明哥 賴佩俠這個事情恐怕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核爆級的 因為放棄美國即來不來得及是一回事 載著還有學歷翻車是一回事 我們也都知道 這大陸的學歷的認證 現在看起來這一今年應該是趕不及了 那對於這個學歷被質疑之後 賴佩俠其實使用了一個 跟郭台銘非常相近 可是也許不是一個太明智的選擇 就是先怪媒體 他們有說呢 這是因為媒體自己跑去 這個第一時間在網路上面搜尋而來的 他就說他的哈佛本來就是短期班 從來沒有說取得哈佛學位是學歷資料的 所以這部分其實就是 我們自己媒體去找 然後找到了 那我們嘴也確實看到 這個相關的一些媒體啊 用這種連出非常多篇的方式 在攻擊賴佩俠或是連帶 也燒到了郭台銘 所以是不是因為也得罪了媒體 導致現在這個整體的聲量 從前一天開始釋出消息的時候說 哇 雙喜臨門啊 學霸 到後來變成是好像雙雙都要輸了嗎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葉黃素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酥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 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